大家好,我是金翁漸圓 今天繼續講技術研究第16點2 吳修可見舊之鏡內隆結構練練和中式簡介 我們上一期講了IPC結構 首先講C檔內隆結構中式,然後講D檔 在講之前我們先為估一下我們上一期的主要內容 上一期我們主要講IPC檔內隆結構和練練 主要是IPC檔內隆和樓梯間有一個明確的分界 通過陸地操作分界 兩者功能就區分,不需要某關擾 那邊C檔內隆有少許某堂 但它也有這種理念,也有不需要某關擾的理念 當你打開,當你關開南邊和北邊這兩個門之後 內隆和樓梯間就互相分界、獨立開 當你打開這兩個門,這條內隆就完整 然後段走路結構是內隆的一部分 同時也是樓梯間的一部分 我們繼續講,講C檔內隆 內隆兩邊都是膝間 南北兩端,南北兩端 南北端,南南段和北端最末端的段 樓梯間都是開成V字形 樓梯間展示的是南邊 北邊也是一圓的,就是開成V字形 跟B檔那邊是類似的門口開發 接下來就是重點 就是C檔的重點 或者是本視頻的重點 就是C檔卷內隆卷這個門的裝飾 是樂動吳州可觀舊子獨一無二的裝飾設計 樂動不是有的,就是之後才有的 之後才有的 就是它這個拱門門套這個外觀 就是它這個拱門的門 再加上這種門套,木製門套 是獨一無二的 首先它這個外觀是特殊的 然後再講到它這個門套 這裏 這裏側面門套這裏為之 它有這種雙板,雙鉗板的設計 它是附帶扇腳裝飾的 我們看到這裏 這裏也是門套 實際上這裏應該在門上講的 只不過這裏叫做C檔特帥 所以我拿出來講的 這裏是普通的門套 普通的門套這個雙鉗板 它是不有扇腳的 是直接直曲上 這樣做凹凸的 而這個C檔特帥 這個雷龍的門套 它是有扇腳裝飾的 這裏帶有扇腳 有過渡的 所以它是特殊的 再講這個門套 剛才剛才講門套 講門套 這個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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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有什麼樣子突出來的 但是我們看到 這裏明顯是有扇腳起身的 就這裏為止 所以它是引用中式 所以我就說 這裏是落洞 讀一模擬的設計 這裏就是創碟 講完PC了 那就講DE DE的雷龍大體是一樣的 我這裏主要是以D 所有的圖片 如果不是著名的 都是D檔 如果是拱特E檔 我會著名是E檔 所以我都是用E檔的圖片來講解 因為之前我都講過這個 劉西安 劉西安是開封式的 所以雷龍很自然 跟這邊 劉西安用來看 這個是雷龍 雷龍是南北朝向 這個緝字就是 揭在南邊 暴北邊 它將來反過來 揭在北邊 暴南邊 它就有這種梗卷和柱 這梗卷和ABC不一樣 ABC的梗卷 這段矛是圓矛 我們看到D棟這段矛 它不是圓矛 就跟它不一樣 另外,它有这种方柱,方柱中式 这个是柱头,这个是柱基 这种都是IPC而不是有的 要注意的,它的地板 D栋二楼地板是这种水泥,水泥地板 或者有些叫做水墨石,或者是食米 就E栋了,这个是E栋 E栋的二楼是铺砖的,所以跟D栋不同 E栋的三楼也是那种水泥 然后E栋的铺砖和IPC栋是不同的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对比一下 跟着陆例就是这一点 就是这个,管这一条线却中式 我们看到那里有那种线却中式 就为什么它会有D栋 为什么它会有那种线却中式呢? 因为它整过D栋的内隆 它的构成 它是以这种拱卷和柱头 和这种柱做了公式 那你柱手,因为你这里有一个柱头 有一个柱头,又有这个柱身之后呢 就会很自然地形成两部分 这里当这里是一部分 这里当这里是第二部分 很自然地使用整个空间 它会形成两部分 所以既然有两部分 就会很自然地加一条线却中式 为这个分隔 那为什么IBC不是有呢? 因为IBC全面有柱头 它这个港是完整的港 六地港 它不像那边那样的港 它只是这一段港 那里是做一只柱 那边它没有做到柱 所以这边的港是六地的完整的港 既然你这个港是完整的 如果你要在那里加一条线却呢 它就会破坏整体的美感 就像你这条线 你要穿过这个港 那你就没有看 所以这个我 我插测它只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所以IBC的内隆 就没有做到这条线的 而DE呢 正因为整体结构分成两部分 所以它就加多一条线 很自然地加多这条线 去做中式 那就是今天说一下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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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